好 马凯尔打人的官司告一个段落了 这两个月来他当然压力非常大 那么输压的方式呢跟以前大不相同 他的人生也有转变了 不敢再上夜店 他现在走出户外晒下太阳去爬山 好朋友造型师呢 最近带着他在山区走走散散心 他说马凯尔因为压力太大报寿 现在只剩下三十几公斤 他得盯着马凯尔每天一口一口的把饭吃下去 马凯尔官司告一段落 好友安索最近也拉着他出门走走 在微博上po上一张绝对的照片爬山去 这也是欧打计程车司机事件之后 马凯尔第一次外出散行 那一天他是第一次出门 就是我们一起去爬山 关在一个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接触到大自然的地方 我觉得也是蛮病胎的 除了汉妈妈去见朋友 马凯尔几乎足不出户 本来四十四公斤的他 加上压力和愧疚更是只瘦到三十几公斤 有变瘦真的有变 就是我真的要叫好 我常常一直跟他讲说真的要多吃一点东西 就是会很担心 他说他有吃饭 其实我都觉得他没有 所以我都会去他家找他 就是看着他吃饭 事发不到两个月 马凯尔报首六公斤 ENSO更对之前媒体指控他和鸭子上汽车旅馆开趴的言论相当气愤 我非常的生气 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消息出来 到现在我还是很生气的心 所以隔天根本就没有 完完全全没有 就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 这个行为出来 ENSO无端被牵连 马凯尔复工之日也遥遥无奇 不但赔偿金高达150万元 还得面临一年四个月的刑期 但最后的结果还得等宣判才能知效 总体选舆论为染香陪台北怎么的